在珠海航展上有这么一个长脖子 它全部伸出来的时候 有18米高 可以站上6到7层楼了 正好我的工作室就在7楼 来实际感受一下 视野真的是很好 而这个东西要的就是视野 因为它是一台低空补芒雷达 说白了一句是 能够补充普通地面雷达 不能往下看的视野芒区 从而探测到 从低空突防的各类目标 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巡航弹 甚至连来袭的炮弹也无所遁形 这就很好用了 因为我们知道贴地飞行 就是传统的跟雷达斗毛毛的 最好用的手法嘛 如果这招也不好使了 那这不对敌人来说就太难了嘛 而且你看它脖子还可以收回来的 降低高度之后能够方便的移动 可以随时重新部署 灵活性也有了 不错不错嘛 单向透明 咱就能拿捏的恰到好处了 你再跟我玩低空突防 我来举一个例子 大概就会像是站在讲台上面的 老师看下面的学生 偷偷摸摸的做小动作一样 你以为你隐藏的很好 但是在老师面前 其实那都是透明的 我要不要点你一下 那就全看我的心情了 好说到这儿 其实我没有过瘾 相信你也没有过瘾的 因为为什么贴地飞行 可以骗过雷达呢 而架高的脖子 只是因为事业好 就能够通吃全场了吗 咱们就来继续的详细聊一聊 首先贴地飞行 主要能够从以下四个方面 躲过或者骗过雷达 第一个呢 就是基于雷达本身的特性缺陷了 它只能走直线嘛 其实咱们可以把雷达想象成 一只手电筒 在黑暗的夜里面呢 只有当物体被手电筒的光线扫过 然后将光反射回我们的眼睛里面 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物体吗 雷达不同的呢 就是它发射的电磁波 是在不可见光的波段而已了 但它们都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啊 虽然现在雷达已经强大到 能够探测数百 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 但是你首先得要保证 这束雷达波是能够沿着直线 照到这个目标上才行的 好 缺点就这么来了啊 地球可是个球啊 所以地面是有曲率的 加在地面的雷达 哪怕是平视着往前看 也只能看到地平线以内的范围嘛 你是看不到下面的 于是地面雷达的实际探测范围呢 就主要跟两个因素有关了 一个呢是自身架设的高度 另外一个是目标的飞行高度了 假设雷达自身 架在离地面5米的高度 而飞机则飞行在离地30米的低空 它就只剩下31公里的探测范围了 如果现在飞机提升高度 来到1万米的高空 同样的雷达在442公里以外 就能够发现它了 探测范围提高了14倍 可见地空凸房凸的是什么 首先凸的就是你雷达的物理盲区了 那这个时候敌人不会撒到 台上自己的高度好让我看到 但是我却可以主动抬高我的高度嘛 将地平线往下降一些 是不是就能够探测到 范围更远一些的目标了呢 好 咱们接着说地空躲雷达的第二项 为什么啦 它就是地形啊 因为大地并不平坦嘛 不管是山谷还是山丘 不管是树木还是建筑物 都能够从物理上阻挡雷达波的传播了 所以理论上 我只要飞的比它们都要低 是不是也能让对方的雷达看不到呢 还真是的 实际上俄乌战场上 双方都使用了这样的战术 于是把雷达的脖子拉长 拉得这么长 让它越过高墙 当然也就能够看到背后的东西了嘛 好 到第三样了 是什么呢 是低空的复杂大气环境 和地面的复杂反射 对雷达造成的严重砸波干扰了 大气中的任何东西 不论是鱼 烟尘 云 鸟 甚至水蒸气 都可以弯曲散射和吸收雷达发出来的电磁波嘛 它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雷达的探测范围 也会在雷达屏幕上 以噪音的方式呈现出来干扰实际的探测目标 而且这样的干扰 会随着距离的增大 而越变越大 直到完全就消失在杂波之间了 另一方面呢 飞的低 还有地面建筑 树木 公路等等 由地面反射带来的杂波影响 它同样会将再次飞行的目标掩盖其中 难以发现 诶 你也许会说啊 咱现在不是有预警机了吗 我们可以从高空往下开吗 这不就大大扩展了可视范围 任你再贴近地面 都会落在我雷达波的视野当中吗 是 话虽这么说 但预警机多贵啊 运行贵 造价贵 所以使用上自然就有了限制嘛 很难像这个家伙一样 用起来比较放得开哦 另外呢 处理杂波 其实也是有一套传统的有效套路的 那就是多普勒雷达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移动的目标嘛 所以多普勒效应呢 就能够将移动与禁止的物体分离开来 让雷达捕捉到真正的目标 OK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低空吐防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啊 新的战法呢 就运运而生了 你看这些画面啊 它们可以飞行在高速公路上嘛 它们可以贴着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起飞嘛 这样雷达你还认得出谁是谁吗 难了啊 所以呢 我就不光要能够看到你 还要能够以高精度来看到你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嘛 最后低空飞行还能带来一个针对雷达的优势 叫做多近干扰 因为飞的低了 既贴近地面也贴近束冠 就会让从飞机表面反射的雷达波 再回到雷达之前呢 有可能多次的在地面或者其他什么物体的表面反弹 这样的话 在雷达看来 我的确是能够看到目标了 但是看到的却是几个目标 而只有其中的一个才是真的 其余的呢 都是鬼影 要怎么判断呢 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啊 于是低空吐防的成功率呢 就再次提高了 雷达想要干掉这个啊 估计得要靠算法了 而据说 咱们现在的雷达算法是很厉害的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 航展上面 看飞机 看坦克 看枪械呢 是普遍的热门啊 而雷达这里却冷冷清清 我有点气不过啊 所以咱就多介绍介绍呗 下一期我们来讲讲这个家伙 他也很厉害啊 所以要记得关注我哦